阿偉安 說到這裡 不免也要問你一些政治性的話題 現在這個屏東縣 縣長這個蔡英文是總統的 屏東縣長是蔡英文總統的故鄉 蔡總統是屏東人 對啦 屏東人 你任縣長像我 也是升任國家的重要的官職 我比較好奇 這個潘孟安能不能跟我一樣 變做行政院長 陳建仁院長說他要回中研院 未來520隔軌誰最有機會 我會不會回過 2026小米縣長潛在對手有什麼人 政治的話題來交給我 其實剛剛縣長在講的時候就很注意 現在是這樣確定 2029年會到屏東 對 就到屏東 但大家去看地理位置的話 其實基本上它還是橫向的 所以如果你要往下再到潮州去的話 其實它還要有一段 然後離大家可能想要去的墾丁才會更近一點 對高雄台南人來講沒有那麼遠 但對像我住台北的話 如果我要去墾丁 我就會想說我只能坐到左營 左營到墾丁還要一兩個小時 對 所以那個難度比較高 那現在如果說大家常常想說 高鐵真的往下開 現在就開到屏東嘛 那後面再到潮州 那昨天王國財部長的說法是說 它有預留 有預留一個空間可以往後沿 所以那個壁 現場有村 屏東都有村就對了 水庫也有村 館長也有村 什麼樣 就這樣 其實你問我潘崩安 來 我秀一個圖給大家看 是我自己做的圖 那我也不瞞各位網友 因為有人在我臉書看過 我做了很多人 但是其他人今天就不方便把它秀出來 因為我們就看潘崩安就好 你如果去做三國治理就知道 武將的戰力圖 智力武力這樣 羅盤雷達形狀圖這樣給你點出來 我就就是論事 既然你問我潘崩安 我跟大家講 潘崩安跟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我要怎麼形容他們兩個呢 以我這樣外面來看 簡單四個字叫做換鐵兄弟 我太平手了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他在信任關係上面 我就把它點滿了 右下角信任關係 再來戰功 這一次的屏東有兩個立委在選舉 一個鍾嘉賓 一個徐富軌 那徐富軌呢 他並沒有遇到國民黨的對手 為什麼 因為他遇到了前民進黨的對手的兒子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那沒想到他還是贏了 所以兩席立委 這一次的這個輔選區出了現場之外 潘崩安前現場他也是負責屏東 兩席都有守下來 那我為什麼說我不秀別人 因為秀了以後有點傷感情 另外還有一個人責任區在桃園 六席都輸了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你要問我政治評論來講的話 戰功他有拿到啊 他輔選的都贏啊 那另外其他的可能院長候選人 如果說輔選的沒有 我們剛才說六席全輸 不要把他點出來啦 那個政 好啦好啦 那另外還有 還有台中本來是八席立委 六席民進黨兩席國民黨 2020年的時候 這一次倒過來變成是 六席國民黨兩席民進黨 那台中督導的 也有可能被點名是院長 所以這樣一段算下來說 其他兩個都沒有戰功喔 反而潘崩安的戰功跟信任關係是最好的 不過因為潘崩安 他跟賴欣德總統當選的關係那麼好 但是他還沒有當過 直轄市的市長 以前當行政院長的人 其實基本上你要知道 坐在行政院裡面 像院長你這樣對不對 對 你雖然選輸某某某人 不過那個人一百一頂來的時候 你也一台電話說 新北市有沒有意見 對不對 你也行政院長你也一樣啊 對不對 沒有啦 我是說 佩合佩合佩合 騎在紅毛聲 騎在這裡一定贏 對 所以行政院長如果沒有當過 六都的直轄市長的時候 感覺好像 那個分量 或是說部位首長 要那個利益鏈要過 那大家會講說潘崩安縣長 那當然潘崩安縣長 這個崩安哥他是跟賴欣德 附從的關係很好 所以大家會說 第一次的520以後的 新任的行政院長 會是潘崩安的機率 是不是就沒那麼高 他可以先到總統府去 跟總統長鄉左右 當總統府秘書長 那當然人事的東西 都只能夠分析 這沒有辦法預測 因為人事的東西最複雜 選票我還能預測喔 可是你看民調以後怎麼樣 但是人就在一念之間啊 你怎麼知道賴清德中當選 他要找誰當 所以看起來 因為賴清德中當選是 新潮流 在派系共治的狀況之下 非新潮流的會不會考慮 那因為尤其會院長在立法院 也是想要選院長嘛 那如果他選上的話 就會有一個政國會的立法院長 那政國會的行政院長 可能兩個都政國會的 會不會就有點失去平衡 可是現在既然已經沒有 立法院有政國會的院長 大家講說 那行政院的政國會院長的 可能性就不會不存在 那蘇貞昌院長 因為我知道你很關心巧惠 所以我相信你現在應該是 很希望巧惠能夠選得好 你的書能夠賣得好 那再找你回來當協助院長的機率呢 我看應該是沒有很高 沒有很高 那你可以來主持我們香檬大學問啊 好啦 喜歡當官啦 喜歡做事 這是我的這個從小到大的職志 香檬大學問有自己專屬的YT頻道囉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了 我們節目上見 如果你有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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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了 個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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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了 再 cual一礙 也有1個 那種大小到小到小了